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来说 个性较为温顺 内敛的男性都能够成为暖男老公 那么哪些十二生肖男在爱老婆这一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是名副其实的好老公人选呢 小江之老师今天来为酱友们揭秘 快看看你排名第几 第一名 生肖狗 生肖狗绝对是老公力最高的生肖了 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不必多说 一旦认准了目标就不会选择放手 对于伴侣的忠诚度也绝对是最高的 其次孰狗的男性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上都会给人留下认真专注的特点 是做事最为靠谱的生肖之一 和他们结婚意味着女性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情 第二名 生肖蛇 生肖蛇看似个性木讷冷漠 其实有着非常火热的内心 说它们是外表与内在差别最大的生肖并不为过 也就是说 属蛇的男性对于爱情的重视并不比那些痴情肿要差 属于一旦爱上了就不会变心的那类人 唯一的问题是 四蛇男们并不擅长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 只能够在结婚之后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展示自己对爱人的重视 这就是为何说他们老公力非常高 原因就在于结婚之后的四蛇能够全方位极为细致地去照顾爱人 第三名 生肖兔 生肖羊 生肖兔和生肖羊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 但就性格以及对待爱情的态度来说 他们都是那种对于爱情十分看重 能够为了爱人牺牲自己的生肖男 且属兔的男人相当擅长通过一些小事情 表现自己对于爱人的爱意 像是时不时地送给爱人一些小礼物 或者是创造一些二人空间等等 不过在个人能力方面属兔男有所欠缺 无法在工作等方面为爱人提供帮助 属羊男虽然说对待爱情的态度有些过于直男 但确实是非常适合作为结婚对象 他们懂得如何去理解爱人内心的感受 善于换位思考 对爱人的呵护可谓是无畏不至 甚至让人感觉到他们是在养女儿 不得不说这种对待爱情的态度 能够让他们的爱人感受到最为真实的幸福 第五名 生肖牛 生肖龙 生肖鸡 生肖牛看似不善言谈 沉默寡言 但是属牛的男性作为丈夫来说绝对是低等的 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非常忠诚 一旦选择了结婚就不会有任何的二心 因为属牛的男性本身就很渴望 获得稳定的婚姻和生活 自然不会做出伤害爱人和彼此感情的选择 他们虽然不像属属男那样 有着非常聪慧的头脑 有着充足的耐力和意志力 但也愿意为了自己爱人付出一切 可以说是在宠老婆方面 不会比任何生肖要差 生肖龙骨子里有着浪漫色彩 面对爱情时有明确的目标 他们会提前设计计划 确保能够与爱人一同度过美好的时间 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的回忆 可以说和这样的生肖男相恋 能够让女性感受到自己被深深的宠爱着 二人的婚后生活必然是十分幸福的 只不过属龙的男性在交际方面不拘小节 即使结婚了之后 身边也会有很多的红颜知己 容易引起爱人的不满 生肖鸡和生肖蛇差不多 也是那种外表和内在差距甚大的生肖男之一 看似粗鲁脾气火爆的他们 内心有着非常柔软的一面 堪称是心有猛虎细袖强威 平时里总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但只要和爱人在一起 就立刻能够展现出心细如发的一面 他们对爱人的照顾不仅仅是流于表面 而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出来的 为了自己爱的人 鼠鸡男甚至能够学会一些 他们从不在意的能力 例如做饭 织毛衣 第八名 生肖猪 生肖猪虽然说在性格上 鼠猪的男人有一些花心的缺点 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有贼心没贼胆 更不会为了一时欢愉 而破坏自己的家庭生活 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热情 能够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生活丰富多彩 第九名 生肖鼠 生肖鼠的头脑从会性格冷静 唯一的缺点是过于小气 且嫉妒心较严重 他们结婚之后能够成为爱人背后坚实后盾 也就是所谓的智慧性老公 无论爱人是选择成为家庭主妇 还是追求自己的事业 都能够给予支持 不过他们很少会选择主动出面 帮爱人解决问题 更习惯于坐镇后方 而且作为丈夫来说 属属男很少会表现出浪漫的一面 他们的生活方式较为平淡 第十名 生肖鼠 生肖鼠所拥有的老功力 可以说是连及格线都没达到 但他们的性格也确实如此 属虎的男人个性要强 固执 尤其是在工作中 有着争强好胜的一面 一旦有了目标 就不会轻易放弃 让这样的男性放低姿态 为了爱情而去讨好爱人 是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 属虎的男人 是会选择那些 能够听从他们指挥的女性 作为爱人 即使结婚了 也要确保自己 拥有绝对的掌控权 第十一名 生肖马 生肖猴 生肖马年轻时 有一颗四处闯荡的浪子之心 根本不会为了一个女人 或者一段感情 而停下脚步 指望他们在这个时候 结婚成家 并且成为爱老婆 顾家的好男人 无疑是痴人说梦 属马的男性 只有在年龄 有所增加之后 才会开始关注 自己的感情状况 他们就如同 长不大的孩子一般 对待爱人缺乏尊重 对待感情缺乏责任 即使结婚了 他们也有着 自己的生活方式 生肖猴 总是让自己的爱人 受伤流泪 绝对称不上是暖男老公 他们实在是 太过于缺乏 对爱情的专注 是典型的吃着碗里的 望着锅里的生肖男 女性若是喜欢上了他们 就不得不每日提亲吊胆 不知道他们 何时会选择分手 或者爱上其他女人 当然并不是说 鼠狗男最适合做老公 就一定要找鼠狗的男士 也并不是说 鼠猴男最花心 就一定不能找鼠猴的男士 这些都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分析的 只要适合自己 那才是真正的好老公 你心目中的好老公是哪个生肖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